歡迎大家收看裝修縱服研習班,我是Simon 今次的題目就是講工程的參與度 因為裝修工程有些護主很喜歡高度參與 可能是退休,每天都想坐在這裏 看著公司的中修師傅怎樣做 有些不是的,有些是很忙的 從頭到尾都不出現的 到最後完結出來才指點江山 其實各有好處的,亦都各有不好處 我經常都跟裝修護主說笑 有些比較參與度比較高 你是想裝修或人裝修,還是想學裝修 因為他們可能問的東西有很多 如果他們每次去參與或看現場的時候 對於裝修工序都有很多意見 他們想知道A方法,B方法,C方法 市場上究竟有多少種方法去做這件事 每種方法有什麼好處不好處呢 他們覺得他們有權資料亦都想去選擇 這些叫做極高度參與的護主 其實裝修公司是做裝修而已 它最屬於他一向做的裝修 它不是屬於教裝修 所以其實有些問題是他不應該會答應 在這些情況下,有時候會造成一些張力或磨擦 有些公司會比較善於教大 有些公司會比較要求或期望護主信任和放手 在這些情況下,哪一樣才做才是正確呢 其實當然,答案就是看對象 所以我們來說裝修要配合一間合適的公司 假如你是一個比較緊張的護主 你有很多事情都想去問一下公司 或者你會去質疑或者你會去了解它 已經是否做得對 假如你有十個問題的 我經常都會建議議員 你抽一個,然後來問 如果你發覺原來沒問題的 這間公司很專業的 那你九個都相信他了 那你就不用變成事事質疑太高度的參與 那如果不是,你發覺那個真的質疑得有道理 那你就再問兩個問題 其實有時候我們除了一個中容之道 這樣大家合作就會比較好 不過anyway,其實我知道人是很難改變的 如果你是想很高度參與 對於每個施工順序 你都期望公司可以解釋清楚給你聽 那第一,你報價之前 你可以去問一下公司的問題 譬如說公司是怎樣做防水的 然後呢,看看他解釋的方式 或者他解釋給你聽的方法 你會不會滿意 那你就去看看跟公司合不合 那因為很明顯的 有些公司是要求你放手信任的 他不會跟你說太多 有些公司就會說 我用甚麼用料 我怎樣施工 我怎樣吃水 我會說得很清楚給你聽 那所以這個配對 這個配對也是一個重要的 選者公司的準則 這樣可以減少衝突 還有一些磨擦 那護主參與工程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 最重要的是 你的參與是有意義的 而不是拖緊工程後腳 那對於這個工程 減低成本 那個工期可以準時完成 都很有幫助 好,今天說到很多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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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